呃这个前三名一定会起争议 但开始讲之前我一定要辩解一下 我觉得天灾三部曲真的非常的卑鄙啊 嗨各位我是金穿衣 来啊就是要在热度都凉了之后 再出一部片来证明我的真爱粉身份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2023最新年度的新海城电影私心大排行 OK那如果你是老观众 那你应该知道我2019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出过一次排行了 如今《灵牙之旅》也上映了嘛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更新时机哦 毕竟这些年间我都有把这些电影挖出来重温 那我的想法也都是会有些变化的嘛 上一部点评哦聚集到了一共一千多则的留言 说自己最喜欢哪一部电影 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 所以今天呢就算是名次比较靠后的作品 我也会分享我找到觉得很不错的留言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即便你的想法可能和我不一样 但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是有很多跟你暴食着相同热忱的人存在的 好那该解释都解释完了超级感谢 D.C全都麻烦各位 OK321我们开始 首先值得荣耀的第8名要颁给 云之彼端约定场所 这部呃对不起 但他应该是唯一我会说我不喜欢的星海城电影 原因我上一个排名大时候讲过了 总之就是这部柔和了一堆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概念进去 但最后啥都没讲出个所以然来 星海城早期的那种文青式独白风格的叙事 在这里完全起了反效果 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方式说话 一堆说再多也没有意义的科学理论 我得承认这种狠装比较自我陶醉的深度艺术片 才是我现阶段看了会觉得很尬很中二的东西 不过这边我还是想要特别add一下这位观众 他是唯一对唯一留言说最喜欢云之彼端的人 恭喜这位朋友啊 你非常的独一无二值得鼓励 要说云之彼端对世界做出最大的贡献 那肯定是他为你的名字的这个经典场景 先画好了蓝图吧 不得不说现在看这部电影 真的只能看成伶牙之旅 好啦追逐繁星的孩子 这次就还是维持在第七名 到追逐繁星就已经进入我喜欢的领域了哦 是他当然百分之一百是有一堆问题 比方说把男女主整个行为动机完全绑在 思念开头这个一下子就领便当的长矛帅哥上面 真的很大程度限制了观众的投入程度 毕竟我我就还不太认识你啊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要是草太开头直接变钥匙 中途完全不会说话 但灵牙还是说啊不行我要救他 因为我第一眼看到他就就就喜欢上他的 那电影本来就比较跳跃的感情线 不就更奇怪的吗 追逐繁星的孩子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可是与之相对老师跟帅哥他弟 这两个人的曲线反而都处理的蛮不错的 尤其是老师他的执着真的是carry整部电影 好啦我们来看一下最喜欢这部的观众留言 蛮多人提说是因为本作讨论生死这个主题 也有人说是因为小时候看过觉得很印象深刻 还有就是死后世界描绘啦 对追逐繁星最常被揶揄的一个点就是抄袭吉卜利 不过我得也说星海城这个注重光比较细致的画面 用这样的风格来画的吉卜利啊 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第六名在部持平星之声 星海城耗时七个月独立完成的出道作 就可以有这样的水准哦 着实惊人 打通第一部星海城就已经立好了横跨之后 五部作品着重描写的主题 距离 看一下留言也确实很多人都是被这份 横跨了宇宙的思念所感动啦 老实说星之声会在这里 真的纯粹是因为人力与技术的限制 不然的话以这个题材设定的潜能 我认为绝对是不输天灾三部曲的 在此许愿一下 星海城接下来先不用急着忙下一部长篇没有关系 请你来稍微重置一下心之声好不好 好的那在我们进入下一名之前呢 这边要先来做一个友情宣传 净串一与面鹰白糖的合作准备要推出啦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但白糖他真的是我认识十年的超老朋友 虽然平常真的够北齐 但唱歌也确实是有溜到一个不行啊 几乎跟声又一样多变的声音又在唱歌上 而这一次阿糖他推出的新曲MV呢 我就有幸有参与到负责绘制曲会 这是我的翻唱插图错女座吼 对不要怀疑这真的是我画的 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到白糖的频道 先给他订阅起来 然后马上就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歌啦 唉我最不想面对的地方来了 先说我真的连续重排了很多很多次 我甚至有想过干脆让这一名直接直接身影哦 因为我知道这一出来一定会被骂 但抱歉数字就只有这么多 我也实在无法违背我的本心 第五名秒速5公分 诶这难道不是最适合他的一个名次 哈哈哈哈好对不起 相比上一次下降了两名啊 我当然知道前你名时代 新海城最受欢迎的作品就是秒速5公分 我留言也收到了很多很多则 绝对是目前讲到的作品中最多的 尤其是这一则留言 在深夜的飞机上看 哇一个很有新海城味道的情境 呃那个祝福你早日找到对象啦 2019那时的榜单我秒5 第三也绝对不是放假的 我发自内心的觉得前面两个怕做的很不错 第一篇一个小男生就为了见喜欢的人 在那边搭电车疯狂物点心急如焚有没有 幸好最后还是得偿所愿 这段故事虽然简单虽然小 但也正因如此很可以带入也很浪漫啊 可是问题来了 这我第一次高中时期看的时候就有些微感受到 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是很沉浸在整个很唯美的氛围有没有 所以就给它过了 只是现在重刷了好几遍之后 已经开始超出接受范围了 也就是第三part 秒速5公分收的我认为算是相当草率 因为前两part对我来说优秀的点 在于他们都是以一个小事件出发 然后缓慢带出人物细腻的心境 我就不吐槽到底为什么 每个人都要摆着一副 身无可恋看破红尘的表情哦 对啦 主角因为刚分手你当然可以难过 只是就到底为什么沿到这里 电影就只剩下十几分钟了啊 结果主角到底长大后在干嘛交代的极其草率 从头到尾就是一直愁眉苦脸的 在走来走去 最后就无可避免的落成那种 比较假掰的文青抒情文 呃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你现阶段刚好对生活也感到失忆 我绝对绝对没有要嫌弃你的意思 你很棒 你真的很棒 我单纯是在讲这样的说故事手法 我现在已经吃不太下而已 第四名 炎夜之庭 好 如各位所知 炎夜之庭是井川以我的星海城入坑作 十年前第一次到影厅看这部电影 真的给我带来很大震撼 虽然说名字这次还是下来了一点啊 不过在前李明时代的星海城中 炎夜的确还是我心目中最刚好的作品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这一部终于把重心从罗列优美词句 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上 啸熊跟雪野的互动显得更自然更有人性 同时也把电影暗面的主题休息阵子 再继续向前透过鞋子啊 凉亭啊等象征物给安排的恰到好处 诶 没错 讲好故事还顺便满足自己的恋足屁 根本一举两得 他的名字之所以变低哦 不是因为掉而单纯是因为被超过 最后分享一下这位观众的留言 他说他最爱炎夜之庭 理由无他因为他有香菜病 这答案啊 直接给你100分 太有道理了 呃 这个前三名一定会起争议 但开始讲之前我一定要辩解一下 我觉得天灾三部曲哦 真的非常的卑鄙啊 他们三个就像是那种凑在一起 会自动产生队伍buff的兄弟一样 三个人哦 会互相拉抬对方的强度 因为从中你可以看出 星海城创作方式的转换 以及核心价值的进化 这六年这样看下来 我对星海城越来越能tackle 更大更复杂的主题 而不是始终如一的哦 远距离真凄美 从中更表达出自己独到的想法 感到十分佩服 是 琳亚在这个位置代表她是三部曲里面 我个人最没那么喜欢的 理由我点评 讲的都差不多 这里就不重复 可是平心而论 这三部电影他们之间的差距 真的超级无敌小 我觉得最可以比的应该就是 戏田手 跟奥斯佐渡子 的十郎下三部曲哦 三部都神的不相上下 我也说我私心最喜欢夏日大作战 可说实在我脑子知道 这三部的差距简直微乎其微 唯一可惜的是 没错 戏田手这个时代已经回不去了啊 琳亚之旅我觉得她至于三兄弟的强处 是她的讯息性 身为台湾人 你无论如何就是无法 不对地震这个主题有感 琳亚天气 你明三部都各有各突出的强项 当然啦 你要是觉得哦 哪有 明明叉叉叉又很有问题 我也阻止不了你 但抱歉 我讲过 这就是我的观点吼 哎 第二名 你的名字 哇 这是唯一从上一个版过来 名次反而提升的案例啊 当然三部曲的队伍BUFF是一大原因 不过会让我越看好感度越高的关键 我觉得是你明的可重看度 真的挺高的 我不排斥 单纯就是简单爽快商业片 因为电影第一优先的目的 永远都不会是别的 就是要好看 而你明我打从当年第一次看出来 直到现在重看起码死几遍吧 我都一直觉得是一部很有乐趣的电影 然后就也没有更多了 也不需要更多 因为你明自于三兄弟的强处 在于他的结构 龙跟三夜互相交棒带领护士 前半比较欢乐 然而一到后半 那个三年差时间揭露后 一下子危机感就提升上来了 有没有 这个三年时间差也无疑是现代 日本动画片最强 且最有力的反转之一 重点是当你回头去二刷 图中总是有很多面包屑 可以减乐趣非常高 是你说剧中的角色都没什么曲线 这当然是真的 是你说你明是天灾三部曲中讯息性最薄的也是事实 只不过这一片的重型显然就不在这里嘛 你的名字就是一部成仙起后的作品 他的任务是用这个进化过后更老少嫌疑的结构去拍一部 哦 远距离真妻美的电影 一方面它是旧时代的总结 另一方面也是新时代的起点 好啦 第一名老观众都不会太意外的就是天气之子 这部我觉得真的是三部曲中比较可怜遭受二哥现象迫害的一部 太多人在天气身上要求你明 但它就不是你明 要解释为什么我最喜欢这一部 现在有的琳雅真的很好形容哦 因为天气它就是BEST OF BOTH WORLD 它有你的名字的青色浪漫也有琳雅之旅的人物成长 而且其实因为琳雅的人物刻画有蛮多数角色的登退场时机 还有解释性对话拖累的地方 使得天气我觉得反而设计的比较好 最棒的是还不止主角梵高一个人的成长而已 还记得我前面讲过的吗 琳雅强在讯息 李明强在结构 而天气对我来说就强在角色 本作是三部曲里面唯一从头到尾只待在一个地方的电影 所以它有办法让主角群相当平均的互动到 产生冲突 火花 映造 以及成长 而这4加1个角色身上所代表的身份 处境 又会再回头去贡献到电影本身暗面的主题 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知道 就是男女主这一次是真的可以花时间相处 产生自然的情愫 有没有 就你会惊讶说 哇 原来是在星海城的电影里面是这么的稀缺吗 嗯 至于其他人只说这部片的缺点 不瞒各位啦 我觉得大多都不太合理 举最常出现的例子好了 樊高太屁 啊 这就 对啊 请问 这是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因为它一开始是一个天真以为什么东西 到最后都会传到桥头自然局的小屁孩 所以最后它主动去开枪 去选择天气 还是阳菜 这样才有 才有意义啊 这就是骗子的本意 是它的优点 啊 不是这一套我 我能理解 只是就 不要硬说这个是缺点吧 不然的话 难道 玩具总装员1 胡迪很自私是缺点 EVA真似是废物也是缺点 还有 呃 说这电影硬栽太多什么全球暖化少年十枪的议题 唉 对不起啦 我真的不想伤感情 但我觉得这实在是永远太捕风捉影了 然后 对 这部的结局 屌到星海森必须开一个平行宇宙 不然东京已经淹了 还得再承受一次大地震哦 真的太可怜 好啦 那以上就是景川一 我的私心最新版《星海神定》排行 结束前我再重复一遍啦 这只是我的想法哦 现在的我喜欢的动画 跟高中那个时候喜欢的一定有差 比起唯美高深 还气氛我现阶段的确比较欣赏那种真诚笨拙的情感 以及讲故事的节奏还有效率 这未来肯定会再改变啦 搞不好哪一天天气也会从第一名掉下来说不定 你要是有自己的排名 那很好 可以找一个平台把它发表出来 又是你有那个心好了 那你搞不好还可以用 课余时间自己做一部影片嘛是不是 但要是你就是不喜欢排名 那我这边来给你们一个 最无话可说的分类推荐表 如果你喜欢就看 如果你喜欢捏捏就选你的名字 如果你是足控就选炎夜之亭 你喜欢腋下就选天气之姿 喜欢屁屁 灵牙之律 喜欢NTR 秒速5公分 如果你喜欢小萝莉 那就选 有没有 够心服口服了吧 OK 我是吉林川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